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瑞典制药巨头阿斯利康撤回了其在全球流通和销售的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从欧盟撤回的申请于2024年3月5日提出 并且于2024年的3月7日生效 预计未来几个月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将提交类似的申请 阿斯利康方表示此举是出于商业的原因 并补充说市场上有许多疫苗旨在对抗新冠新变种 那么同时他们坚称撤回疫苗的决定 与最近有关疫苗副作用的法庭案件无关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